秦老师 何其的夫妻生活 对50岁的女性有多重要 其实可能很多女性 到了50岁就觉得说 我基本上就不过了 就觉得义务完成了 再加上觉得老公 好像这么大年龄 也没啥需求了 就觉得这个事情 是年轻人做的 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满足对方的一些义务 所以女性到了50岁 很多人 包括我的父母 他们的那个观念 都是这样的 我相信很多女性 到了50岁 如果没有了夫妻生活 你可能就会面临干涩 睡眠不好 漏水 很多女性的问题 就开始慢慢出来了 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给自己贴标签说 年龙大了不都这样吗 真正在乎于生活品质的女性 她们是真的可以通过保养 通过锻炼 让自己的品质 变得越来越好 大家其实想象一个道理 经常锻炼的人 即便你到60岁 70岁 也可以拥有 健硕的肌肉 你认不认同 体型非常的紧致 你只要坚持 因为生命在于运动 肌肉只要锻炼 它就会变得紧致 对吗 而一个人的状态好 肌肉的灵动性好 她的身体健康就好 那既然大家觉得相信 如果你想 你的生命质量变得更好 你是不是要坚持运动 哪怕是每天花一个小时 稍微的运动一下 还是必要的 对不对 那你思考一下 女性最特殊的部位 女性的秘密花园 她需不需要给她 针对性的运动 一定是需要的 因为你知道一个女人 衰老最重要 衰老是哪里 不是脸 不是长皱纹 我们认为是 哎呀长皱纹辣的 不对 女性的第一条皱纹长在哪里 长在女性的秘密花园上 女性的第一个色斑 也不是长在脸上 长在秘密花园上 女性的衰老最根源的核心部位 一定是女性的秘密花园 绝对不是脸 当你知道说如何要让你的脸变得更好 你是不是要知道说 是不是先把根搞搞好 先把你的内部搞搞好 先把你的健康搞搞好 如果一个女性打个喷嚏都漏水了 健康状态天天又骚痒 天天这不舒服 明天那不舒服 你觉得她的秘密花园的根部 健康都出了问题 怎么可能开出美好的花 但是为什么秘密老师呼吁 所有的女性 无论在任何的年龄 你都要特别关注自己的夫妻生活 老天爷造人是非常之公平的 为什么给你造个男人 再给你造个女人呢 其实就是两个人一定要结合 男女在一起阴阳和和 天人合一 它是一个互补的过程 一定有听过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吗 我们听上去是一句话 但是从核心的部分来讲 它其实就是产生爱情的运动 当爱情产生运动的时候 就是让你的秘密花园 开始松脱 开始施肥 开始给它营养 我想告诉你 当今天我们真正能够回归本质的生活 能够吃得好 能够睡得好 能够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你就会发现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让你会觉得烦恼 而真正会让你烦恼的是吗 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不好 而两个人感情不好 一定是没有和谐的夫妻生活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看他也不顺眼 他看你也不顺眼 一身毛病 所以说一个女性到了50岁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千万不能有说 好像夫妻生活 就是给予对方满足对方的意识 No 如果你真的是干 不舒服 也可以选择用一些润滑 夫妻生活必须得过 而一个女性到了50岁的状态 秘密花园一定要保养 卫生的环境肯定是要的 更重要的是女性的秘密花园 如果你和爱人的运动 本身就不和谐 一定要先自己运动 当我们开始主动的去锻炼 女性的微道的这块肌肉力量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你的微道 会开始慢慢发热 你会感觉到开始有点小的想法 好像脾气也没有那么大了 好像睡眠也好了 好像情绪也没有那么烦躁了 这个时候你愿意跟爱人 去链接美好的夫妻运动 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 好像到了中老年 我们的激情依然还可以在 我们可以度假 我们可以放松 我们可以真正的去做一些 年轻的时候太忙 没有办法去做 去享受生活的事情 所以一个女性到了50岁 应该是要重新的去规划一下自己老年的生活 未来的自己的生活 依然可以像一些真正有品质的一些家庭 怎么样过得更开心 怎么样过得更美好 怎么样过得更幸福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女性 微道力量训练 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女性变得更幸福 大家一定要关注秦源老师 静秦源老师的粉丝群